台南在不在 在 分貝 那如果聲音比較大的話就會照相 它這邊會有車牌辨識系統 這邊有車牌辨識系統 所以是結合起來 站在動物後到他們的動靈路邊 我們就市長七月六號手提出作用的機器 先出來檢驗黃伯局所來推出 結合車牌辨識系統的設備 這是黃伯局占隊的改正車牌辨識系統的神武器 例如說可以檢測的污染 以後有接生人力 提供客車的思想 含著無收中地這麼多三大優勢 人力上面在時速上面在場力上面 都有相當大的優勢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科技檢測的方式 能夠杜絕掉這些不必要的噪音 我們為了提高我們市民的生活品質 為了減少噪音的侵害 我們環保局能夠跟我們交通局一起協力 把一些製造音的製造者 尤其是移動的噪音污染源能夠找出來 隨著整個生活品質的提升 我們也希望說環保局跟我們交通局跟台南市政府 我們一定會全力來維護市民的這個 免於被干擾的這個自由 那這個部分這個權利 我們希望能得到確保 我只是說按一月到這段 環保局聯合警察局 隆重掛債 開了九十一頂的法庭 不然我只是為了要更加強 幸好市民一個安靈的生活環境 過去雖然有開了91張罰單 但是我覺得其實如果說碰到民眾反應的這個1999 或是打到市長信箱來 事實上反應噪音的東西也滿多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我們還是要努力來維護市民的這個安靈 維護市民安靈的權利